英國國會開始新一屆會期 由女王伊利莎白儀世演說 交代首相約翰遜的施政大綱 以抗疫和復甦為中心 支持職業、商業和經濟增長 並提供疫情的影響 在公共的服務上 女王案傳統在上議院的議事廳 發表政府暫寫的施政演說 亦是王夫菲立親王離世之後 她的第一次主要演說 改由長子王柱查理斯 和卡米拉夫婦陪伴在則 首相約翰遜列席 上限兩院這幾天 將會對演說內容作辯論和表決 除了抗疫和復甦的大方向 內容還包括推動5G網絡 房屋建築和維修 投資環保產業 推動加強保護選舉公正 和保障言論自由的立法 亦會推動措施鞏固北外政府 以加強英國的團結和聯繫